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百神 近日美版官方陀螺頻道上傳了戰鬥陀螺爆裂世代第七季的動畫宣傳PV 如果要對應日版,大概就是BU系列 不過名字是叫 Quadstrike 預告片的開頭是一名全新的女角色 在一片廢墟中使用類似領域展開的東西 並且這角色名字叫做 Quadra 接著就是我們的熟面孔貝魯出現 新角色也帶著新陀螺出現 結構就是美版的BU結構 另外藍佐跟霸斗也都確定回歸 預告中也公布了另一位新的男性角色 那預告部分大概就這樣 有想看完整預告的可以去說明藍點連結看 我個人對於這個動畫算是還好 並沒有特別期待 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他的陀螺是用美版的啊 舊美版那個設計我真的是有點不忍直視 另外也確定北魯用的陀螺是美版神威貝莉亞 真的是連個金屬都沒有啊 而且就算其他傳奇有回歸也是挺慘的 像天龍勇士都被設計的超神奇 那大概就是這樣 總之各位不用抱太大期望 就當個方外偏看就好 如果意外做得很好 那就當點到的吧 那麼今天影片安分結束了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讚的留言分享 那我是白症 各位掰掰 我們下見 掰掰 我們下見 好 by bwd6